今天ET各股推介是中聯通762 《經濟日報》的投資熱化組簡選原因是 美國經濟衰退憂慮加劇和內地疫情回升等 中港股市回落 凡指創近兩個星期低位 港股上升動力有所減弱 策略適宜轉為保守 在經濟衰退陰霾之下 大刊看好個別股份 其中中資電訊股聯通可以關注 今年5月份營運數據顯示 聯通包括移動出帳 顧網本地電話、密聯網中端連接和組網專線用戶在內 大連接用戶累計7億9500萬戶 按月增加近900萬戶 而5月份5G套餐用戶累計近1億8千萬戶 按月正增加大約493萬戶 較4月份的411萬戶加快 隨著5G的用戶增長 預料帶動ABU進一步回升 推動盈利增長加速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聯通2022至2024年的預測盈利 分別增長1.4、1.5和1.2 3年盈利符合年增長率是13.8% 增速比中移動的6.9% 和中電訊的11%是快的 股價方面 聯通以日線圖分析呈現3個型突破形態 策略上建議等候3.6附近收集 目標上網4元跌穿3.4元 是止蝕 聯通在去年首次派發中期股息 貴內可以留意8月份即將公布的中期業務 看看可否在今年延續慣性派息政策 彭博綜合預測 聯通2022至2024年的股息率分別是 8.3、9.9和10.8利息率吸引 喜歡新交易地irit改善後 公布的高流 認知董事業 1金馬